而立正过后又逢到大雨 很担心的就是土石流 目前中部的山区状况如何呢 我们就要给记者陈宇斗带我们了解 记住 好的 请观众 后面可以看到呢 在南投国庆这个地方呢 因为算是镇央地区 所以大家非常担心哦 在昨天的大雨之后呢 不知道这个地方松动的这个地基呢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灾情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天气还算OK 所以施工单位呢 也是赶紧的在进行这个挡土墙的工作 因为他们就是要把握现在好天气呢 赶这个进度哦 就怕这个大雨一来呢 会影响到一个施工的状况 我们来听一下施工人员的说法 挡土墙基础的这个工程 那现在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的工作 现在又碰到雨季 很容易再垮下来 目前有派机械上去再转探 转看看他有没有在走山的那个迹象 昨天晚上也是什么 我深深是有讲的 他说说哦嫂你又没听到石头 听空听空的声音 我说我没听到啊 好的我们是实际来到国庆这边的西边 可以看到的记者鞋呢 是一踩下去 这个土石马上是陷下去 所以可以显现的这边土石啊 是一个非常松软的一个状况 昨天的大雨仍然造成了部分的影响 我们再把镜头呢往后面一看哦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四五年前曾经发生大棋尾走山哦 又在去年的时候台风又在滑动了 所以可以看到很明显地基有一个断层的一个状况哦 甚至是在几天之前呢 工程人员他们曾经在顶端是进行探勘呢 来了解说这个地方到底还没有进行一个 这个土石滑动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的话呢 还必须要继续进行补墙的动作 不过所幸目前国庆墙这个地方是没有传出太大的一个灾情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镜头交换给彭雷主播